季节变化过敏而小心 二到五岁病例已增五成 季节变化温差大 小心孩童过敏气喘发作 开业医师发现 因为眼睛、鼻子骚痒或夜壳气喘发作等 就医的孩童增加五成 年龄多在二到五岁 一名三岁女童因为夜壳睡不好 白天也吃不下东西 喉咙明显下陷而且呼吸费力 就医发现是气喘发作 经过药物治疗症状才缓解 医师表示 幼儿常见过敏源包括成蚌、蟑螂 天气潮湿也容易滋生黴菌 幼儿体温高容易流汗 也可能引发过敏 小朋友如果有过敏症状的话 你可以先从这些常见过敏源先做手 例如说成蚌先去除掉 环境先弄 想得到先弄干净 如果已经常 该做都做了 它还是成分有过敏现象的话 就可以可以做过敏源检查 不过医师也提醒 食物类的过敏必须接触过后才会产生 因此两岁以后再做过敏源检查就好 他曾经碰过有反应的东西 所以如果太太刚出生不久 我们就去抽 他还没碰过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阴性的 过敏这种发炎反应 那小朋友肠胃道很不成熟 一旦发炎之后 他里面的肠道黏膜都会直接剥落 剥落之后就会容易有粘移 或者是有血丝就会出现 至于幼儿过敏症状 大多以两岁做躯壳 两岁前多为异味性皮肤炎 颈部、膝盖、脚踝皮肤红疹 两岁后幼儿则是以鼻过敏 气喘等呼吸道症状为主 要避免幼儿过敏 妈妈因补胃母乳 至少到出生后六个月 过敏儿可依医师建议 使用水解配方奶粉 一岁以上可以补充LP菌 或LGG菌的益生菌 优弱乳等 降低幼儿肠道过敏 避免腹脏、腹泻、血便等问题 预报APP